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股市也是恐怖到了高潮 这十月的惊吓一波又一波 到了这个礼拜 当然你跟我都非常不平安 我要来跟你解盘一下 让你心中有一点平安 因为从市场来看 市场事实上包括今天我录摄影棚 鲍威尔的分享 我们的联储局局长 市场打横满有恐怖平衡的平安 这种平安的市场氛围 让市场能够持续打横 让我一一到来 你会说既然恐怖惊吓 怎么会有平安 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十月恐怖平衡的平安市场 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张视线 十月份的惊吓一波一波的来 从刚刚这张视线的左边 当然国债殖利率的大涨 从4.2 九月份一直到五 十月份第一个礼拜五点零到这个礼拜五点零 当然中间打仗反而跌下去了 但是殖利率的大涨是一个惊吓 第二个惊吓 我们的政府 这一周闹出的笑话是我们国会群荣无首 投票还是没听过 没有通过 没有通过的话 政府有可能会关门 这真的是没听过 第三 通胀有可能死灰复来 既然打仗了 油价稍微高了一点点 三个惊吓还不够 再加上这张slide 的尾巴冲突 四个惊吓 特别整个紧张恐怖的高潮 在这个礼拜 既然事件一波一波 惊吓十月不断 但是我们来解盘一下 从惊吓指数跟SMP5含存的对比 这张slide是我亲自把它写出来找出来的 我们来看看这张slide的两个对比 上面是VIX VIX是put跟call option的 通常叫做恐怖指数 OK 恐怖指数在十月份 九月份 十月份 全部打横 即使过去两个礼拜 尾巴冲突 这么的强度 这么的厉害 请看看十月份 VIX 还是打横 一会往上 一会往下 一会往上 一会往下 都在 十七 十八 十九 上下摆动 因而 你可以看得到 这张slide的下面 SMP500 十月份 也是一样 跟今下指数 打横 打横 上下摆动 区域交易 区间的交易 如同VIX的上下摆动一样 都是如此 既然恐怖指数 区间上下摆动 SMP500 也是一样 上下摆动 即使到了 这个礼拜 非常不幸的事情发生 炸了医院 大概七百人 往生 但是 你可以看到 这么惊吓 这么恐怖 但是 惊吓指数 还是打横 SMP500 本周一 二 大涨 礼拜三 大跌 今天 又打横 所以 明明地看得出来 这个市场 可能有 各方的 示意 彼此 拉扯 拉扯到一种程度 恐怖 平衡 我们来看看 这张slide 当我讲 这张slide 这个chart 你会 更加的明了 这是NASDAQ 这是NASDAQ 过去一年12月图 请看今年的整个NASDAQ的运动图 NASDAQ到目前为止涨了将近30% 当然第一季大涨 意外的第二季 再接着涨 当时到6月30号 第一季 第二季 NASDAQ的涨幅 是过去30年来最好的上半年 涨了将近35% 然后第三季 然后第三季 开始我所讲的Godylas 黄金女郎 打横 打横 持续的到10月份 还是打横 你有没有看得很清楚 10月份 惊吓不断 波动 上下摆动很大 即使摆动很大 都是在区间交易里面 所以10月份的股市 是一个恐怖波动的平衡 好了 你可以看到到这一张スライ 明明地看得到 股票是恐怖波动平衡 我们来看看下一张スライ 那债市呢 股市是波动恐怖平衡 请看债市 10月份的债市 也一样是打横 再次因为过去一年 我们联储局的暴力升息 当然 十年债券节节上升 暴力往上 对吗 但是你一样的可以看得到 10月份 一样上下摆动 当然 你可以说 已经hit到 5.0% 十年债券 对 碰到一次 两个礼拜前 跌下来 跌到 4.5% 这一周 又因为 医院被炸 700人 被炸死 十年债券 又往上涨到 5.0 今天又往下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在区间里面交易 一样在十月份 一样在十月份 十年国债 直立力 一样打横 原本 原本打仗应该三强 但是美金 直立力 十年债券 并没有 那么强 我们来看看 既然讲到美金 我们来看看美金 美金 是全世界独强 我们都非常的了解 非常的强 这是美金的指数 到了105上下摆动 过去今年三季 或四季一年 都是打横 在高点 在高点 比如说 我们兑换日元 145到150上下摆动 一年 欧币 1.05到1.07 打横 一年 打横 一年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到十月份 即使进入十月份 美金打仗的尾巴冲突 也并不是那么的强 请注意 即使是美金 也是在恐怖平衡当中 持续打横 古是如此 再次如此 美金 也是 也是如此 我通常讲 如果打仗的话 应该三强 石油会大涨 会大涨 会强 黄金 避险 逃难作用 会强 过去两周 先强 又弱 第三强 美金 应该持强 但是美金 并没有那么的强 我们来看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 2022年 去年2月24号 开始俄乌战争 你如果记得的话 你看看 NASDAQ 重跌 21个% 然后再上来 7个% 上下摆动 很大 你也看看 再次 因为打仗 大涨 当然也涨息 大涨了 60个% 然后再跌 15个% 非常典型的例子 如果你打仗的话 美金会强 再次 也是一样会强 但是股市会波动 波动 你看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 更加的明显 你可以看得到 非常的明显 去年恶物战争 特别美金 涨了25个% 一直到现在 全世界 过去一年 美金不强 我讲这两张图 是让你知道一下 这一次的 尾巴冲突 照理讲 应该比照 一般打仗一样 特别去年的 俄乌战争 对吗 石油会强 黄金会强 美金会强 起码美金去年打仗 俄乌战争 强了25个% 今年 过去两周 尾巴冲突 刚好拉扯 特别美金 刚刚好都打横 所以可以明显的看得到 在各方拉扯当中 重中之重 那就联储局 对不对 联储局 因为前景不明朗 美国 可能卷入两个战争 经济 美国会被拖垮 全球经济 也因着美国放缓 全球的经济 也会被拖垮 因而 原本 十一月要涨一码 或十二月份 可能也涨一码 或者十一 十二 涨一码 现在可能 不涨利息的可能性 突然大增 这种恐怖平衡 你既然打仗 但是联储局就不加息 所以市场就开始打横 非常的明显 这是一个恐怖的 波动的平衡 市场打横 股市打横 债市打横 美金也打横 非常的明显 我来总结 最后的两张slide 你都会变得非常的明显 记得吗 在七月份的时候 我们制作的两级财经趋势 特别讲到Gold Deluxe 无论你怎么讲 这三种状况 持续地让市场打横 第一个 现在的通胀 维持在4.0%以下 无论你怎么讲 3.5 3.6 3.7 有可能 再降低到3.4 3.5 因为全世界 因为打仗 经济更加放缓 特别房地产 本周公告的房地产 并不乐观 房地产 是Legging Indicator 我们这周 30年的固定房贷 已经到了8% 这是23年来 2000年以来 最高的30年固定房贷 第二个 过去十个月 我们的Home Builder 房屋建商 也是信心 过去十个月 最低点 最低点 没有心情 在建新房子 第三 美国本周的Mortgage Application 是过去近28年来 1995年以来 最低的Mortgage Application 所有的Application 你可以讲 Arm 5年 15年的固定 30年的固定 是过去28年来 美国房贷申请 房贷贷款 最低的 再再都证明 Low Inflation 是慢慢的一个趋势 第二个 Low Unemployment 现在 失业率并不高 就业市场很好 第三 Flat Growth 或Low Growth 我们的GDP 最高可能2.5 也可能2.0 这种都创造 Goldilocks 打横的一个环境 这是一个什么环境呢 你来看看这张图 又是刚刚重复的 你可以看看 其实Goldilocks 从今年的6月底开始 7月 8月 9月 到10月 打一条横线 这张图是NASDAQ 13500点 上下摆动 Goldilocks 非常明显 这种是一种恐怖的平衡 只要联储局 释放的信息 说 我不再生息 Goldilocks就会结束 就会有一个关键的 就会有一个关键的 网上的信号 所以你必须非常有耐心的期待 而后10月 而后10月 甚至11月到12月 持绝的从第三季到第四季 是一个恐怖打横的Goldilocks 是联储局跟黄金姑娘 共舞的打横打横的市场 所以让你心中有一点平安 虽然有很多10月的惊奇 恐怖的信号 但是恐怖各方面拉扯 就刚好是Goldilocks 所以让你心中有一点平安 也知道前面的投资的布局 让你有一点智慧 能够重新来布局 不要贪 也不要恐惧 就让你自己心情不好 把它卖掉 现在的市场 谨慎 小心 乐观 看看联储局 什么时候停止加息 Goldilocks 就会停止打横 就由动力持续的往上 希望上半场 能够让你心中有一点平安 了解到10月恐怖平衡的氛围 我们休息一下 我是Howard Chan 纯绍好 好老师 欢迎回来 上半场讲到10月波动惊奇的恐怖平衡 希望你心中有一点方向感 不要那么恐惧 也不要贪 持续的在Goldilocks打横当中 持续的自律布局 投资中长期投资的买卖 好吗 好的 我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世界的整个的情势变化 对油价带来什么影响 特别是弯曲 这又是一个四四而非的一个问题 油价跟supply demand有关 对吗 所以油价原油一同 如果supply不够的话 特别政治的布局中东减产 油价就会高 但请注意 整个的价钱的定价 不是只有supply 还有demand 对吗 当全球的经济放缓 中国有进入通缩 不再用太多的石油 请注意demand会下滑 油就不会用得太多了 对吗 再加上科技的进步 大家现在都用电动车 所以demand下滑 你也会牵制石油的上涨 对吗 所以有一点点四四而非 supply是政治布局 不应该的 但是中东常常借用这个武器 控制产量 但是demand demand不好就是不好 对吗 各国没钱 没有经济活动 我就不会进口更多的石油 石油价钱就会跌 我的看法 即使是现在打仗 越打仗 全世界越穷 对吗 越穷的话 当然也是会拉扯 demand下滑 但是它会控制supply 所以我自己认为 不应该涨得太快 虽然有波动 你看看现在的尾巴冲突过去两个礼拜 对不对 90块80块上下摆动 打横 所以彼此拉扯 非常的明显 打仗也需要石油 你可以说它减产 减产你就没钱赚了 中东国家怎么打仗 所以你要增产 才会有石油 才会有钱 所以这种情形 我自己认为都是打横 最重要 全球的经济并不是太好 特别中国顶面下滑 控制了 调控的 油价不应该太高 所以这一点的看法 我是这么看 湾区 当然加州的石油 还是有一点点加州的税的关系 我们加州标准比较高 我们如果降价 全美国降价 我们是降得最慢的 涨价 我们是涨得最快的 湾区有一点特例 有一点特例 所以最起码让你知道 盖矿的了解 油价现在也持续在打横 你记得到了吗 五月六月的时候 油价才六十块钱一桶而已 所以有可能会回到七十块钱上下 都有可能 我尝试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又是油价 油价的波动 对运输的行业 旅游业会造成什么影响 会有影响的 航空公司的盈余 跟油价是挂钩的 挂钩的 然后旅游 当然油价的话 cruise成本都会增加 那你这个飞机的票价太高 意愿 大家去旅游就会降低 当然是这个样子 那当整个的 疫情之后的疯狂 过去之后 大家必须面对生活 现在大家cash很少 整个visa debit card 是到了美国的历史的高点 一兆以上 所以处处都证明 油价太高 会影响旅游 航空公司的盈余状况 但是 油价也有可能会跌 对吗 因为底面下滑 非常的明显 你如果记得 在暑假的时候 我特别有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暑假的 你飞回上海 飞回台湾 飞回香港到亚洲去 票价你在三月四月定的话 2500块钱起跳 但是当时我跟你讲 你如果7月份定 11月12月份的时候 票价是跌的 现在1000块钱就可以了 非常的明显 它季节性的调控 非常的强 第二 经济放缓的信号 也非常的强 第二季 第三季 你不得不回去亚洲 我第四季不一定啊 经济不好了 我开源节流 所以非常的明显 油价的下滑 旅游也会下滑 还有票价也会下滑 出游的次数也会下滑 再在都证明 有supply 有demand 这种情形影响到油价 一样的波动会影响到运输业 还有旅游业 特别我稍微讲一下卡口 卡口去年的第一季 大概是三万块钱一个货柜箱 现在已经只有1500块钱 跌了90% 所以当demand下滑的时候 油不应该涨得那么高 所以现在全世界的transportation 压力很大 银鱼并不是太好 旅游业也有同样的压力 因为你跟我的消费动力不够 现金流也要小心谨慎 非常的明显 我来看回答你最后的一个问题 新一轮的财报有什么重点 新一轮的财报 你要重点就是 第三季的公告盈余 在10月11月份公告的时候 要最好S&P翻汗500大 应该要beat expectation 80%以上 因为在第二季的时候是78% 如果持续在第三季 有可能在beat expectation 比期望值还好 而且各个公司盈余都不错的话 有可能持续维持起码打横的高点 然后看下一波 联储局不再升息 而且市场持续有动力往上 可以看得到本周公告的盈余 有几家并不是那么的差 当然Tesla并不理想 Netflix并不差 Netflix并不差 还有一些比较基本的铁路也并不差 因为铁路比较省石油 有的根本就是用煤的 这种都赚钱都赚得不错 这个礼拜开螺 刚刚开螺 公告的盈余到目前为止 我看到并不是太差 所以让整个市场持续地 能够维持在高点 起码打横 但是你必须看到到 希望第三季公告盈余 能够持续打败市场80%以上 就造成打底 勾底了 持续两季 这是非常健康的 最后我引用一节圣经 来帮助你心中有平安 有动力 有依靠 那就是诗篇84篇第五节 靠上帝有力量 心里向往习安大道的 这人便为有福 你心中有上帝可以依靠 难过的时候 并不了解前方道路的时候 借奉耶稣基督的名 能够向天父祷告 向往习安大道 上帝就因着耶稣基督 祂的儿子赐给你平安 有智慧 有方向 愿意在十月今夏波动当中 你有平安 持续地推着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